那对于啊 当前这个任务 我要干什么啊 要求极大值吧 哎 大家可以想一想 在经济学义当中啊 我们求过极大值吗 我们没求过极大值吧 所以说啊 我们之前在讲 罗伊辉辉辉的时候 是不是也说 我要把一个上升任务 转换成下降的一个任务啊 所以说 咱们再来看 对于当前这个任务来说呀 我还是要把 求极大值的问题 转换成 求极小值的问题 那极小值 咱们该怎么样 进行一个求极呢 你可以看啊 就是说 你求W分之一的最大值 那是不是就是 你求W的一个最小值啊 这不就是一个 倒数的关系吗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啊 把这个问题转换一下 你要求W分之一的 一个最大值 那就是求W的一个最小值 这个没毛病吧 而且呢 光求这个就完事了吗 咱们刚才是不是 做了一个假设呀 做的这个假设呀 就是你的一个负担了 你的一个负担要什么 你的负担就是说 你既然做了这样一个假设 那在你整个的生命周期当中啊 你都要带上这样一个小负担了 我们来说 Y乘上一个YS 它是横大于等于1等 所以说呢 它呀就成为了 我们的一个约束条件了 任何的W都必须满足于 这样一个条件才是可以的 那我们来看 现在把问题转换了吧 你要求W的一个最小值 那你说你求W的 就是说你求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W 能够使得W的值最小 那跟你求什么样的W 能够使得W的平方的值越小 你说他俩的解是不是一样的 他俩的一个解啊 都是一模一样的吧 你看求W最小值 和求什么样的W 使得W方最小值 这没什么问题吧 都是求最小值 而且呢 他俩解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把一个求极大值的问题 转换成了一个求极小值的问题 并且呢 这个极小值啊 我给大家想了什么了 原来是一个W模吧 W模这个东西啊 看起来很烦呢 它无非就是一个正数嘛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把这个式子改变成 求W方的一个最小值 但是呢 你看一点 我这块多引入的东西 引入了一个常数二分之一 那你说你求W方的最小值 跟求二分之一W方最小值 什么样的W使得最小值啊 他来的解必然也是一样的吧 引入一个常数啊 也没关系 为什么引入常数啊 因为呢 我们为了之后进行一个求导 其实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平方落下来 跟二分之一这位约掉了嘛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啊 引入一个常数项 是为了咱们方便进行一个求解的 对于原始的问题来说啊 我们求的解仍然是没有变的 直播说啊 式子发生了一个变化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来说啊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啊 求二分之一W方的一个最小值吧 什么样的W能够使得它的值最小呢 那要讲这样一个问题啊 咱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一个 拉朗日乘词法了 这个啊 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听过啊 这个应该是高数的上册当中啊 会讲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为了干什么的 它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去求基值的 如果说啊 拉朗日乘词法 大家啊 就是想去深究一下 想去深学一下 咱们也可以啊 就是找一篇博客 或者是找本书啊 来会回顾一下啊 咱们拉朗日乘词法什么意思 咱们讲的时候啊 就直接用这个东西了 就不给大家进行一个证明了 如果说大家啊 就是对这个要求不是很严 大家只需要知道 拉朗日乘词法 是科学家证明出来的 它是实际上啊 可以进行求解的 这就完事了 什么叫拉朗日乘词法 说白了 这个拉朗日乘词法当中啊 就是有很 就是有几种求解不同基值啊 就是常数 就是在常数啊 在一些约束条件下 这些都有不同的一个计算 那咱们来说啊 咱们现在要用的一个条件 我要用的一个条件 就是首先啊 我要求一个什么东西 它的最小值 并且呢 我在一个约束条件下 你的约束条件啊 其实啊 它是可以是等式 也可以是不等式的 那对于咱们这个来说啊 它是一个不等式吧 因为它是一个大约等于一的嘛 所以说啊 对于现在这个任务来说 我就可以把它转换成一个 带约束的拉朗日乘词法 来进行解决 然后呢 这个啊 就是我拉朗日乘词法 它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表达式啊 大家啊 就是愿意去看这个表达式 就看这个表达式 不愿意看这个表达式啊 咱们大家听我啊 听我给大家吹就行了 我们的式是什么啊 我们的式子 其实我们要做的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要干什么啊 要干的就是说 求这个式子的解 在这个约束条件下 不太好求 直接求W的解啊 不太好求 我可以把求W的解 转换成求另外一个参数的解 我一旦就是 就是求出来W和一个中间参数的一个关系 那我一旦求出来中间参数 我知道了W和它的关系 那是不是我的一个W就可求解了呀 说白了就是绕了一下 我们把原始问题的解 转换成一个中介的解 求出来中介 我就还可以知道中介跟原始问题解的一个关系 所以说呢 我就可以沿着这条路 再把我原始的解给它求出来 拉扰成的法就是做了这么一件事 那我们来看 原始的式子是什么 原始的式子是一个二分之一 W方啊 这是我原始的一个式子 然后呢 带有什么样的约束条件啊 咱们是不是说啊 它的约束条件要让我的fx它是小于等于零的 那对于上面这个式子怎么小于等于零啊 把我左边这个东西移到右边 就是一减去歪乘上W加B 这它们不就是小于等于零吗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啊 做了这样一个式子 把这个式子进一个展开 展开完之后啊 我得到了就是我夏尔门拉格朗日成字法的一个结果 在这里啊 大家可以看就是多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或者说有什么新的成员啊 原来W还是W 原来B还是B Y还是Y 好像多了一个东西 αI 这个αI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啊 它就要 它说白了就是对于我们每一个样本 其实你看YI和这个XI啊 对应于某一个样本吧 对于每一个样本来说啊 我都给它加上了一个αI 相当于是多了一个系数吧 那这个系数是什么用啊 咱们一会儿再去说 那现在 我通过一个标准的拉老人成字法 把我原始的问题的解 进行了一个转换 转换成了一个新的式子 在新的式子当中啊 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求解了 咱们就要来看 哎呀 对于当前这个问题啊 给它转换成了一个拉老人成字法 一个标准形式 这是一个非常 就是这个啊 就是一个最标准的拉老人成字法 它的一个形式了 大家如果说对这个式子啊 想去看一些拉老人成字法啊 它的一个证明 咱们就 咱们就到时候自己去找吧 证明起来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应该是数学家的工作啊 咱们其实在很多问题上 直接把这样一个 就是通理 或者说公认正确的东西啊 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 我觉得啊 有一些式子 咱们就知道 没必要去深究 它其中为什么去这么去做 这些啊都太骗数学了 咱们就不再去说了 然后呢 对于啊 当前那个式子 我拿出来了 但是不要忘记一点 咱们现在还是有一个负担吧 刚才因为我做了这样一个假设 所以说啊 它就是我的一个负担了 负担 我要一直带着它啊 永远要满足于这样一个约束条件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式子 有这样一个约束条件 咱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求解呢 这里啊 还有一个东西啊 还有一个 还有个东西啊 叫做一个KKT 其实啊 它是拉老人生子法当中啊 一个就是拉老人生子法当中的一个性质吧 那这个性质啊 就是KAT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 它是三个科学家啊 它的一个手字母的名字啊 组成了这样的一个数学上的一个性质 那如果说啊 大家不想关心这个KAT怎么来的 咱们也不去证明啊 咱们直接用这个KAT的一个性质 说白了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对偶的一个性质 对于拉老人生子法原是去求它一个最大值 再去求它的一个最小值 等价于先去求它的最小值 再去求它的一个最大值 这个听起来比较绕嘴啊 它就是拉老人生子法当中啊 它有这样的一个性质 这个性质啊 到时候大家给大家当成一个科学条件吧 因为这个都是一些纯数学上的证明 如果说大家不感兴趣啊 直接把这个定理拿过来用就可以了 感兴趣啊咱们可以看一下KAT啊 在拉老人生子法当中啊 是怎么样证明的 咱们这里啊就直接拿过来用了 因为有这样一个性质 我先求它的最极大值 再求它的极小值 等价于先求它的极小值 再求它的极大值 所以说 现在的式子变成什么了 现在的式子我要求 咱们对于当前解来说 什么样的W 什么样的B 能够使得我这个式子 我的L的值 能够最小吧 那又到了一个求极小值的问题 那一说到求极小值啊 现在大家肯定都已经形成了一个 思维定势了吧 就是只要你求极小值 那我就去求偏导 这不完事了吗 你要求什么样的W 什么样的B 能够达到这样的极小值 那说白了 分别对W 对B 我给它求偏导 这不就完事了吗 非常常规的一个任务 对于上面这个式子来说啊 其实这个式子很简单啊 你可以看一下就是 你对W求偏导什么 这块就掉了 这是直接一个W 里边呢 里边因为W它是一个一次项 直接就约掉了 所以说啊 W求什么啊 我们是实际的 可以把这个W值给它求出来的吧 因为呢 W它里边有一个二次项 二次项求偏导得一次项吧 一次项我就可以求出来W 它实际上等于什么东西 那一开始的时候啊 咱们是不是说了 哎呀 我要把原始的一个问题 转换成一个中介 然后呢 再看一下这个中介和我原始问题的解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现在咱们来看 这Alpha i相当于是在拉扰程度法当中啊 对于每一个样本数据都引入了一个Alpha i 都引入一个Alpha i 这不就是我的一个中介了吗 有了这样的一个中介之后啊 咱们再来看 现在中介和W的关系确定好了吧 这就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嘛 W等于对于所有的样本来说 Alpha i Yi啊 这个不看再乘上一个X 这就完事了 然后呢 对比求偏导啊 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说啊 对于求偏导有一些 稍有些特别啊 我们来看这里B是什么 这里B是一个一次项吧 一次项求偏导得1咯 这个B可惨了 那这个B怎么办呢 一次项全偏导等于1 所以说咱们得到的什么 咱们得到的是一个等式啊 这个等式当中就不含有这个B了 那B对比求偏导之后啊 咱们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相当于是一个条件吧 得到了所有的Alpha i 再乘上一个Yi 它的值啊 是等于0的 这个呢 就是我现在得到的两个条件 一个是W和Alpha 还有Y 以及X之间的关系 另一个呢 就是Alpha i和Yi 之间的一个关系啊 所有的累乘在一起 再累加在一起 它是等于0的 那现在啊 我们对于我的一个SAM啊 我就求出来了 对W求偏导 对比求偏导 先求它的一个极小值 这已经给它求出来了